这间位于双城街的米粉汤名店 被建商以5200万元买下 买方横河建设 经营者正是立委黄国昌的岳父高细致 黄国昌岳父买下的这间店面 近期实价揭露 全装26平 换算单价199万元 土地则移转7.4平 值得注意的是 这块用地是商寺用地 容积率高达800% 目前这个店面是有资源的 商营业来建筑 所以它有稳定的长期的租金的金流 所以可以让这个建商的短期持有 还是可以保持有一些的报酬 那长期来看呢 还是有多更的效益 所以目前来看呢 这个总价来取得 可以说是相当的划算 专家分析黄国昌岳父急着出手 恐怕是看准土地高容积率 又是三层老屋 单户土地持份相对高 具有开发效益 但也得注意 双城街零路宽度 容积是否用得完 不过米粉汤店老板 似乎对交易还不知情 其实双城街一带 近期都更案 洽谈买卖热落 而不止岳家积极为都更布局 黄国昌本人日前眼下粉丝募款 120万不分区立委的责任额 我帮老师搞定这120万的责任额 否则3月31号以后 你下礼拜就会发现 我突然没有办法 站在100月里面 黄国昌一家多面向布局 外界解析不排除 是为了两年后到来的 九合一选战粮草做准备 三连新闻林书贤 李嘉倩 台北报